然後那諾魯 我說實在的 你要不要斷一個大一點的 梵蒂岡要不要斷一下給我們看嗎 梵蒂岡你可以斷嗎 梵蒂岡就是因為你的人權 就沒有辦法落實 所以你沒辦法拉到梵蒂岡 你一切東西都是你自己的 最重要是他們破壞宗教 對啊 破壞宗教 破壞天主教 破壞基督教 把人家教堂拆掉等等 對 如果你要真的對臺灣有衝擊 就是梵蒂岡嗎 那你拉得到嗎 你根本拉不到嘛 你自己內部的事情一大堆 人權也不行 經濟也不行 這怎麼你怪人家幹嘛 所以看到了中國出手這樣子 今天其實我聽到的是 臺灣人民非常的憤怒中國的做法 所以事實上應該是不分黨派 大家都對中國的做法 覺得他們非常的野蠻 不過在這裡 我們再回頭看我們的內政 也就是內政 現在如果新的總統要上來 那第一個就什麼 第一個就是立法院的龍頭戰 對不對 不過這一次 我們看到柯文哲民眾黨 他已經拋出了四點協議 立院龍頭前哨戰開打了嗎 民眾黨立院黨團要藍綠回應 四點具體的承諾 黃國昌出來開這個記者會 民眾黨要藍綠答覆國會改革主張 戰鬥蘭趙少康搶先回應 奇怪咧 回應應該由立法院黨團來回應 或者由黨主席來回應 他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戰鬥蘭 因為他要回去主持節目了啦 要回去主持節目了 對 禮拜三就開始了 不是啦 那他可以這樣子 先代表國民黨回應嗎 他代表他自己 他不用了 這很奇怪 不是 這些人都沒有當過立法委員 四點接贊同加碼要地方議會跟進 就叫輸拔大就對了 這些人都沒有當過立法委員 他當過立法委員 但是都很久以前 然後像黃國昌這種抬高教的事情 會搞到立法院根本沒有辦法運作 我覺得這個東西就是這種 就是這個叫做什麼 空口套白狼啊 隨便講幾個規則 那你們一定要做到 大道之行的 天下為公 當然有網友就講笑話 網友講笑話說 天下為公也怪怪的 因為天下有一半是女的 怎麼會天下都是公的呢 有一半是母的啊 當然這是冷笑話 這網友的冷笑話 對不對 夜不庇護 全世界有哪個國叫做夜不庇護 你說話我聽 所以啊 有時候理想 我們往那裡走 但是不可以把理想 當作你要實踐的東西 所以國民黨團根本沒有回應 只有趙少康回應啊 只有趙少康竟然回應什麼都好 結果國民黨團都沒有回應啊 這到底怎麼一回事呢 來來來 先看看相關報導來 除了邀請總統到立院報告 各喊話國會四大改革 包含建立聽證制度 加強人事同意權 立委利益回避規範 公佈經費新項等 在立法院長選舉前 要藍綠先作答 改革比位置重要 建立國會聽證調查制度 不允許行政官員 在國會裡面說謊沒有責任 不允許行政部門 竟然可以拒絕國會調閱文件 任何有志於立法院院長的人 應該要跟整個台灣社會 以及全體的立法委員 做出這樣子莊嚴的承諾 國民黨目前打算派出 韓國瑜矯築立法院長 民進黨則希望游錫坤 保住國會龍頭 藍綠都沒過半下 民眾黨支持誰就會當選 院長給這個韓國瑜 副院長 看是他黃珊珊 或者這個黃國昌 他們阿澤一或者其他人 來跟這個藍軍來搭配 那就變成一個 在野的監督大聯盟 藍綠不斷招手 柯正寅會公開跟誰合作 或是乾脆不選邊站 變相讓國民黨勝出 2月1號以前 外界都在等著看 不過陳水扁他在講話 有人之前陳水扁有個民音圖 大家在看沒有 台灣的選擇 人家說台灣的選擇 好像是柯文哲的口號 好像陳水扁是支持柯文哲 陳水扁沒有沒有 選擇選擇 不過陳水扁今天呼籲民眾黨 未來國會不要逢奈必反 不要這樣子 因為陳水扁在當總統的時候 那個國會真的是有夠痛苦 因為我那時候剛好 我在當立法委員 所以我知道 不過在這裡大家看 韓國瑜將繳足立院的龍頭嗎 王洪輝強調說 政黨要有誠信優先與白銀合作 他在呼籲民眾黨 不過在這個時候 選前喊下架選後卻做另一套 藍綠說民眾黨若與綠聯手的話 恐怕會泡沫化 哎呀 這個如果以中華民國的政治經驗來講 跟國民黨合在一起 泡沫化的才可能 親民黨這最好的例子 對不對 這最好的例子嘛 韓國瑜禁立院立法院長能罷免嗎 登熱搜 哇 大家很怕韓國瑜 所以說可不可以罷免呢 所以說這才處女呢 整個狀況到底是要怎麼看 這個其實就是各有算計 因為遇到第一局 就是二月一號的立法院的龍頭戰 那所以在這裡面 到底藍 白 和 藍 綠 和 還是各自選 當然就變成一個討論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今天你看到民眾黨的說 黃珊珊 黃國昌 他們帶著幾個 他們的部分區立委 八個一起出席現場 然後開記者會 那開記者會 他其實丟了一些東西出來 好 那在這裡面 我們個別講一下 就對國民黨來講 他們其實也認為說 這個如果要贏的話 他們認為確保最好狀況 是希望能夠藍 白 和 所以你看王後輝講的 就是要希望藍 白 和 所以他們丟了所謂四套劇本 的這個講法出來 其實他們要的就是三個 第一個希望最好狀況 是希望可以藍 白 和 藍 白 搭配選政府院長 那第二個呢 是希望說好 那如果藍 白 和 不成的話 那各自就藍 綠 白 各推自己的立法院 政府院長人選 這是第二套劇本 那第三個 他們希望的劇本是說 如果那個沒有要各自推的話 那希望民眾黨 可以開放大家自由投票 好 那就是就這三套劇本來看 這個對於民眾黨這邊怎麼講 第一個 他們今天出來開的記者會呢 說這個黃珊安講說 要團進團出 意思是什麼呢 團進團出聽起來 就是不要開放各自的意思嘛 所以呢 他用團進團出 然後說要紀律言明 所以顯然他沒有要開放自由投票 所以國民黨期望的第三套劇本呢 開放自由投票 這個選項是沒有了 所以就是藍 白 要不要和 跟各自推 因為不要忘記 他們都是不分區 如果紀律不言明 那就亂掉 所以紀律言明 誰敢跑票立即開除 你的立委就沒了 對 然後後面的直接補上來 對啊 對 後面直接補上來 然後呢 那另外一個各自推這件事情呢 民眾黨今天也講了 就是他們有沒有要搭配選 這個正副院長 那今天按照黃珊安的講法是說 他們就是八席 所以八席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有一個去綁去院長 副院長的話 那一席意識中立不能動 所以他們也不要 所以換言之呢 那個搭配正副院長這件事 他們看起來 這個從他講的語氣裡面 看起來也是沒有要的 好 那沒有要的話 那就是國民黨正副院長 他就是要放水給國民黨的意思 要放水 面子要 理智也要 就是這樣 面子 理智都要 原來是這樣子 而且他不分區 下一次要去選縣市首長 對 所以他如果做政府院長 會很麻煩 他們現在規劃的不分區名單 有好幾個都是要選 臺北市長 新北市長 嘉義縣黨 反正他們各有規劃 原來是要放水給國民黨 然後又要面子 又要理智 沒錯 因為你看 因為你看 今天現場 他們拋出來的這四點 這四點 他們說第一會期就要做到 什麼意思呢 第一個說 這個要建立國會聽證調查 要修法 然後第二個說要修法 這個強化人事同意權審查 而且黃國昌還點名說 今年的NCC 然後跟司法院正副院長 然後第三個他說這個要強化 司法院正副院長 本來就是要經過你 本來就要經過立法院審查 然後第三個他說要做修法強化 立委立議回避 然後第四個他說要這個公佈立法院 就新的院長要公佈立法院相關經費的使用 好 重點是他這四個拋出來之後 他們講法是說看藍綠兩邊 等於說看兩大黨有沒有要回應他這個事情 好那我這樣講 其實我快速再做完兩個結論 第一個是對於民眾黨來講 其實這個行為比較像是他們在刷自己的聲量 刷自己的聲量 那第二個是只要是到後面 就是說藍綠各自提名 那他們如果都是團進團出的話 有可能結果是什麼 保送韓國瑜 結果後面結果就是保送韓國瑜 原來他們要支持韓國瑜 那就是這麼一件事嘛 不過大家都在問啊 請問能不能罷免韓國瑜 韓國瑜是不分區怎麼罷免啊 我們憲政有幾個體制是很奇怪的 第一個監裁委員沒有辦法罷免 當了就當了沒有任何機制 也沒有任何人可以監督監裁委員 因為監裁委員啊 說得難聽的 他們做了人民都無法監督 立法委員至少人民還可以罵你 還可以監督什麼 然後再來就是不分區立委 沒有辦法罷免 不過在這裡我們又看到了 中市府藍白河嗎 王玉敏他的副市長 王玉敏現在轉戰立法院去當立委 南軍建議蔡壁如來接副市長 哇這個就等於是向民眾黨釋出善意 不過蔡壁如被報接連退出民眾黨科粉的群組 哇你看蔡壁如退出群組 已經退群了啦 這蠻有意思的 然後接下來呢 盧修媛說我不考慮選舉和政治 所以在這個時候蔡壁如就說 哎呀如果要我當台中市副市長 我會晚去 這也清楚咧 我們未來的立委 二月一號就任啊 你知道十幾天就要就任了呢 對 二月一號就要投票了 二月一號就要投票了 所以說因為二月一號是最早 那個一個政治現實要發生 就是立法院的這個政府院 早上是改選 然後之後組隔是後面的事情 那所以說二月一號其實 今天民眾黨先跳出來開戒者會 那其實我同意大家各位的分析 其實民眾黨它本來的選擇是 民眾黨可以跟國民黨 民眾黨可以跟民進黨 但是民眾黨也可以投自己 民眾黨投自己等於是放水國民黨 因為目前來看的話 雖然國民黨沒有過半 但是如果說表決下來之後 這個民眾黨投自己的話 那變成是國民黨的票數是最高 所以國民黨推出了這一個立法院長 譬如說韓國瑜的話 那就是放水一個韓國瑜 去當選這個立法院院長 那我也認為說這個是最後 這個民眾黨他們會這樣子做的